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牧师、掌子们、SCC众弟兄姐妹、朋友 大家祝日平安 很高兴今天早晨能够跟你们再次的在线上相遇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2021年的尾声 是否有没有听到圣诞铃铛的响声呢? 我近来也在忙着策划年底圣诞步道的视频 很感恩在疫情间学会了录制、剪接、铺上网及分享的功夫 整个过程就好像铁磨针一般 慢慢地磨呀磨 磨呀磨 滑呀滑 默默的 麻麻的 就是做到屁股都麻去了 虽然很费时间花精神 但每一次能够平安的出炉真的很感恩 最近就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我三年前在台湾大甲的一场步道演出 弄好了之后我就发给一位牧师 当做这些外劳施工的 这位牧师就把这个视频发给小孩跟大人看 没想到竟然有小孩回应福音信了主 这位牧师在问我是否还有更多类似的视频能够发给他 让他去分享 看来这门掌握了的功夫 能够在这社交媒体的领域里面 可以有效力的去传扬福音 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为我在这方面来祷告 求主能够加添智慧跟恩典 在这个领域里面继续弄更好的视频 能够发出去来传扬他 弟兄姐妹除了做光做炎 我们还要开口地传扬他 宣扬他的美德 诉说及见证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大小事 最近我们教会不同的蚂蚁小组 都做了一些见证短片 你知不知道 有些人 因着听了看了你们的见证之后 不只是掉了眼泪 还要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们的亲戚朋友去看 也有可能会把它广传到全世界去啊 你们在线上的不要笑哦 这媒体视频的领域 是可以夸时间 夸文化 没有界限的拦阻 除非没有网络 否则的话它会继续的传下去 上个星期 我们住宅期的主席 走过来跟我说 他把我在Curbon Community所拍摄的照片 都发给国外的朋友圈 世界各地去观赏 我听了以后就呆了一下 这却是意料不到的 有人自愿 又乐意把你的作品转发分享 真的很不可思议 这就是网络世界可以带来的果效 我相信这就是新的常态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平台 把它成为传福音的工具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天国之子 Children of Heaven 让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1 Peter 2 9 但你们是属于蒙拣选的族类 君王的祭司体系 圣洁的国度 是属于神的子民 我要使你们宣扬成召唤你们那一位的美德 他召唤你们出黑暗 入他奇妙的光明 But you are a chosen people a royal priesthood a holy nation God's special possession that you may declare the praises of him who call you out of darkness into his wonderful light 今天你如果有选择的话 你想移民到哪一个国家 成为他们的国民呢? 哪一个国家对你来说是最理想的 最完美的呢? 或者可以问问那些已经移民了的人 就能够知道答案了 当然也要看你本人的条件 事实上梦想和理想可能就是天地之差 林家的草不一定分外清 这山望着那山高 the grass is not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刚所读的经文我要以四方面和你们分享 第一 我们是属于蒙卷选的主类 是因为上帝恩典的挑选 让我们成为他的人 It is by his grace that we become his chosen people not by the works or any credential 不是看我们有多厉害 人为品格有多好 或任何好的条件 我们都是罪人 圣经说 人人都犯了罪 亏劝了上帝的荣耀 The Bible says we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his glory 其实都没有一个人是资格的 只因为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 使我们得救 被蒙卷选 成为属神的人 是上帝所特选的人 除了以色列 是上帝所特选的族群 接下来也是我们信耶稣的人被列在其中 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 罗马书11章17节将告诉我们 若有几只枝子被折下来 你这也感染得介在其中 一同得着感染根的肥子 Romans 11,17 If some of the branches has been broken off And you, though a wild olive, should shoot Have been grafted in among the others And now share in a nourishing sap From the olive root 我们这被称为外邦人的 但因为主耶稣基督 就得了这特殊的身份 成为上帝的子民 属于天国之子 We the Gentiles, His Chosen One Become Children of Heaven 有了身份 就有权力 权柄和影响力 也能继承属天的基业 此外我们都有些责任 必须去实行的 不只是等着上天堂 With this identity comes our right to inherit 身为马来西亚公民 你和我都有基本的权力 享受国民的特权和福利 如教育 免费医疗服务 打工做生意 拥有产业 自由行动等 你我是一等公民啊 还是慢慢的等 我有一位朋友和我同年生的 因为是被领养 没有报生子的证件 所以一直都是红色的身份证 生活很不方便 虽然多次的上诉 申请又再申请 都没办法 就这个字 等 他没办法享用 国民基本的福利 就像外劳一般的身份 你知道吗 你的身份证是没有限期的 不像你的护照 才能够五年的使用 过后又再次重新的申请 所以你不用害怕 身为马来西亚公民 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你从这个国家赶出去的 之前我们不是有听过一些政治人物 要政府撤销一些反对党领袖的国民权 因为不满意而批评政府一些的政策 这陷入他们不懂国法 人民的特权 这是你身为国民的权利 没有人能够多取的 同样的 当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时候 他就赐给你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这也不能被剁取的 除非你认掉 否认 背叛 不要耶稣了 那就没办法 第二点 我们也是君王的祭司体系 这就让你和我能够当祭司的职份 能够不只是为自己 家人 或者倾盆弃友 也更是能为我们的国家来带导守望 我们作为皇宫的祭司 是要站在窗中 祭司的祭司 不只是为自己 家人和朋友 但更是为我们的亲爱的国家 就业的祭司都在圣殿里忙着 为百姓献各式各样的祭 跟祭品 有五种该献的祭 凡祭 孰祭 平安祭 孰罪祭 孰千祭 前三个是自愿献的 因为要许愿 感恩 和敬拜上帝 接下来两个 是强制性的 就是要认罪悔改的祭 故意或非故意犯的行为 求神赦免 那就是要处理活生生的动物 飞鸟 蔬菜等的祭品 每天都必须宰牛 宰羊 天天都是BBQ烧烤 还有一年一次的大祭司 必须完成他的任务 为以色列全民来赎罪 带倒 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进入自圣所 如果自己不自杰 面对圣洁的上帝 必定没命出来 这真的是高风险的职业 你说是不是 但感谢赞美主 耶稣牺牲自己在十字架 成为了我们的代罪羔羊 一次的献上 我们从此就不需要再献祭了 因此你和我就是新约的君王祭司 可以坦然无尽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为自己他人来到上帝的面前 祷告祈求 你爱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吗 应该是爱得好辛苦吧 天下做父母的都爱孩子 如果孩子乖 听话 顺服 就很容易的去爱他们 也会疼他们多一点 你说是吗 但如果调皮 不听话 每次跟你畅反调 违背叛逆 你说还会爱吗 当然会爱 但是会爱得很辛苦 需要付出更多的爱心及忍耐 身为祭司 这就是我们的职分和特权 能够站在破口 代替身边还没信主的家人 亲人 朋友 来认罪悔改 恳求上帝怜悯 施行拯救 身为祭司 我们有这个权柄 来宣告他们得自由 耶稣说 在地上困绑的 在天上也要困绑 在地上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祈求 能够堵住破口 禁止魔鬼的作为 不让他继续做破坏 杀害毁灭的工作 第三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于神的子民 We are a holy nation a kingdom of righteousness a people belonging to God 这个国度 这个大家庭 是属于上帝 是耶稣的宝血洗尽的 他用他的生命数回来的 我们国家各个的领袖 都很会制造口号 最近我们信任的首相 又有怎样的一个口号呢 Glogger Malaysia 之前是Sato Malaysia 现在是Glogger Malaysia 你说可行吗 我们这个Glogger 这个大家庭里 有太大的偏差了 除了有偏见 还有偏向 又加上偏心 中心 重视某一族的群体 而描述其他的 看来这个Sato Glogger的主义 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 真言二十九章二节 告诉我们 一人争多 明就喜乐 二人掌权 明就叹息 在真言二十九章四节 王界公平 使国坚定 所要贿赂 使国清白 Proverbs 29.4 By justice a king gives the country stability But those who are greedy for bribes tear it down 种族歧视不公平的代议 宪法的不公正 人权侵犯等 即使在人权自由的国家 也没办法 很多时候 有钱有私利的人 都能够有办法 利用法律的漏洞 来达到他们所要的 宪法本来就是要 保护全民的 没有任何的人 包括国家首领 可以超越他的 执法人员 反贪污局 法庭 法官 总警长 本来就是要正直的 公正的 但事实上 却让我们看到的 多次的双重标准 让我们真的无言无助 那些有私利的Dato YB BVIP 就能享用这种的特权 跨越宪法 有钱的 就能有更多的方便 即使犯了多大的罪 No problem 都有办法解决的 有时会无罪释放 每一次所宣布的判决 都真的让人很震惊 好像这个国家 已经无法无天一般 往往都是平民或凡人 遭遇法律最尽的惩罚 有民有私利的人 可以向法庭申请 拿护照出国 说什么到国外去治病 其实也能让他们抓紧机会 去清理证据 骂首尾 此外还给贪亲去购买 难道这样的判决 这样的决定 会让民众对宪法有信心吗 这就是圣经所形容在末世的趋势 就是这些人光明正大地去违反基本道德的法则 求主怜悯 第四点 宣扬见证上帝的美德 这就是我们身为天国之子 所要实行的任务 我们每一次听到华人就是龙的传人 但信了主过后 我们就是福音的传人 传好消息的人 a good news preacher 我们曾在黑暗里被困 没办法自拔 眼睛被蒙蔽 看不到前面的路 也看不到未来 更看不到上帝的美德 和他喜悦的旨意 但感谢赞美主 耶稣基督召唤我们出黑暗 救赎我们 进入光明 给我们指望 给我们身份 现在我们就是天国之子 天国的大士 ambassador of Christ 是在地上基督的代表 Amen 路加福音8章39节 耶稣对着那被鬼福得到释放的那一位 说 你回家去 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 他就去 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传人福音不是牧师传道和宣教士的工作 每一位属天国之子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你也曾听过 虽然我不是宣教士 但是也要关心宣教的事 最近在参加线上的宣教特会 也有听到戴祭宗 就是戴德森的子孙 第九代了 他说 Not all are called to be preacher But all are called to preach Christ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 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的人 宣教的工厂不一定是夸阳过海 可能就是在你所在之地身边的人 之前我都有说 除了做光做盐 我们还要开口的宣扬他 宣扬他的美德 诉说及见证他在我们生命所做的大小事 然而有时会很难开口 但我们可以先祷告 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有切入点的这个话题 有时候圣灵也会感动你 吹逼你 有微小的声音对你说 或者给你一个画面 给你一个阴梦 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 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1 Peter 3 15 在买东西的时候 经过一位老太婆 那么这个陌生人她也不认识 但是一经过她的时候 她就有着感动 一个声音跟她说 要跟她讲耶稣 太太就挣扎了一下 她说我又不认识她 为什么要跟她讲耶稣呢 后来就走上走下 还是有感动在心 那她就顺服 就走过去 就跟这位老太婆用广东话 很简单的就跟她说 阿婆留孙野兽啊 孙野兽活活啊 结果那位老人家就望着她 就对她说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跟我讲耶稣 我的身边的朋友跟我讲耶稣 我的亲人也跟我讲耶稣 现在在这个地方买东西 这个菜市 都有人跟我讲耶稣 所以我太太跟她讲了过后 就离开了 这位老太婆 有没有信主 但是我相信她一定会 三思在想 也许上帝给她这个恩典 在这里提醒她 要尽快信耶稣 除了所在之地传扬她 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传扬她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老板 有一天如果他们问起你的时候 你就要求上帝给你聪明智慧 如何的去回答他们 另外一个就是在社交网络的平台 来宣扬她 现在每一个人几乎都有手机 包括小朋友 目前是少不了的一个工具 有了手机跟平板电脑 他们随时都能够上网 看各式各样的视频 甚至进入任何的社交网站 这是疫情之前从来没有的现象 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新常态 我们就祷告 求上帝给我们主办的智慧 如何的能够用这个平台 来传扬她 我们是天国之子 是属上帝的人 属地上的生命都有期限 短暂 属天的就有永生 永恒的价值 既然你我是属天的 是天国之子 那就要以父上帝的事为念 传扬她的美德 分享她的爱 愿上帝赐福给大家